陪伴在家人身边 16年的狗狗不在了 他发给我一流狗狗的毛发 想要为他做这份最后的纪念 他说09年 帮你爸回家 逐渐地被老爸宠得无法无天 成为了老爸口中的笑天犬 到现在已经快16年了 虽然做好了心理的准备 可是心还是疼得要命 他是那只只要带出去 就只认老爸的小狗 无论谁都带不走他 他是那只吃东西 就跑来扒拉我的小狗 他是那只出门就找大狗干架的小狗 吓得老爸一看到大狗 就抱着他躲开 他是那只一听到新闻联播 就会跟着唱歌的小狗 直到有一天 那只活蹦乱跳的小狗 突然间行动缓慢了 再也走不动了 我才知道 我的小狗老了 不听 你的一辈子 我们的16年 你要在汪兄乖乖的 如果还有下辈子 来当姐姐的孩子 我们会一直等着你 远去的我们 Tjak时宣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